做廚不僅做西餐 其實中餐都可以做得很精湛 你好,我叫Edward 這裡每個人都叫我阿Dee 我是這裡的廚師 也是這裡的老闆之一 正豆是我爺爺傳給我老爸 我老爸再傳給我的一間潮州小店 滷水膽已經有二十多年了 滷水有沉香或者飄香 何謂沉香呢 即是可能你砍好了 打開蓋你可能聞不到很突出的香味 飄香一打開蓋就聞得很香 我們沉香就吃進口才會感覺到 香味由肉和骨慢慢滲出來 潮州滷水和廣東燒味的分別 在於比較廣告的就是它的刀漿 我們會細分滷水鵝片 滷水鵝件 斬法和燒味是有分別的 燒味它們著重於比較大件 我們潮州滷水就要仔細些 好像鵝片一片要多少mm或者cm 其實很多師傅都有要求 如果吃滷水鵝我會選擇從鵝頭頸開始吃 因為一隻鵝頭頸很乳壞 就和它的鵝鵝片成正比例 由我爺爺那代開始做這一行 到我爹爹做 在我爹爹身上學到的東西很多 他的毅力他的堅持 我想我們兩兄弟都沒有他一半 我覺得做生意都是對人客要熱情一點的 而且人客很多都是做這一行的 可以指點我 我很感激他們 所以做老品和客人的感情很深厚 我在80年自己偷渡六例 偷渡六例之後 朋友介紹我去做潮州去 我覺得適合我心思 我喜歡做飲食 到2000年 小孩讀書的時候 都讀初中 我打算出去創業 又是擁抱小孩 幫兒女去外國讀書 同時我的兒女又喜歡做這一行 來接班 接我的班 我很滿足 跟滷水我一樣 所有東西都要浸出來 我只可以這樣說 可能你說短時間 一兩年要學到好的滷水 不可能 那好像我初初入行 我覺得老爸做的事 其實都很簡單 純粹就擀一下我 扔一下香料 放一些滷水 發覺做下去不是那樣東西 不是那一回事 滷水我 帶給我的一件事 就是我覺得 養一鍋滷水 和我的人生一樣 你要保持去煮 保持去運行 才能夠 令到煲滷水好 和我的人生一樣 如果我不在乎我的人生 我想 我也不會有今時今日 看著這鍋滷水 我要還沒 還沒 在乎 在乎 玩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